她是韩国沙罗门外卖骑手 每天下班后便会戴上红帽子 藏在鸡脚嘎拉里 物色落单或者晚归的女孩 她会悄默默地跟着女孩回家 仔细观察女孩家的人员情况 一旦确定对方是独居 她便会偷偷翻墙入院 用一把剪刀轻松撬开门锁 然后活活掐死反抗力薄弱的女孩 而借着外卖骑手这个身份 她会在住户门口标上记号 数字二代表只有女人在家 靠着小聪明她更加大胆作案 就这样 在短短的十个月之内 她就犯下了多达十二起的罪案 然而现实中的原形却更加夸张 地方不大变态却不少的韩国 2003年起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连续性侵案 被害女性尽高达136人 可如此密集的连续作案 韩国警方却查了个寂寞 他们甚至假扮晚归的女性 进行没头没脑的钓鱼执法 最后却只是抓了一个模仿犯 可就在警方压着模仿犯离开后 一个女孩坐上了晚归的公交 当她下车时 红帽子立马跟了上去 走进小巷时 女孩感觉被人跟踪 于是防备性地回头一下 红帽子也洋装拐进旁边想象 等到女孩放下戒心后 红帽子继续跟到女孩家 就在红帽子刚要动手时 女孩的母亲却突然出现 母亲准备去上夜班 女孩挥手向她道别 没想到这声再见 却成了永不相见 突然一个人引串了出来 原来是女孩的男友方某 可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 导演却给了一个远镜头 似乎有人正在偷窥着两人 女孩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惹得方某很不开心 她攥紧拳头 狠狠砸在女孩身后的墙上 接着女孩被人摁在地上 活活掐死直到掩掩一息 警方接警后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女孩一丝不挂死在地上 宋和英注意到两处细节 女孩家的门上刻着数字一 而门锁显然被人撬步 经过尸检法医发现 可令警方想不通的是 女孩被凶手扒掉了衣服 可尸检却没有找到被信心 因此凶手很可能知道女孩怀孕 而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 和方某来访的时间一致 加上在女孩的家中 除了女孩的母亲外 警方只提取到了方某的指纹 队长丧彪笃定凶手就是方某 韩国警方立马发挥祖传异能 先是强行将方某拘捕 方某失口否认自己杀人 说那天只是和女孩吵了一架 没想到丧彪却毛测顿开 最终在方某坚持喊冤的情况下 组长丧彪将他驱打成招 并迅速带方某指认现场 强行坐实他就是红帽子 可宋和英却认为真凶另有其人 因为女孩家的门锁被人撬过 而作为女孩的男朋友 方某出入时根本不需要撬锁 并且走访调查时宋和英还发现 附近住户的门上也出现奇怪的数字 联系到最近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 警员的一句话点醒了宋和英 宋和英立马开始盘查被盗窃的住户 结果发现每家每户都被做了标记 就在宋和英还在思考数字的含义时 一个骑手呼啸而过 宋和英突然脚踩店门毛侧顿开 他终于懂了 并且他推断凶手很可能是外卖骑手 为了找到直接证据 宋和英又重返案发现场 假如凶手冷静到抹去足迹和指挥 那么早有预谋的几率就很高 而对于一个女孩的独居房来说 事先藏在房间里就是不错的选择 我不欺然 在女孩的衣橱上 宋和英采集到了某人的指纹 但见证科的同事却告诉他 无法通过指纹确认身份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真正的红帽子又开始作案 这次他又潜入女性独居房 将被害者活活掐死后 又扒光了被害者身上的衣服 两起案件杀人手法一致 死者家门锁都有被撬痕迹 并且现场都没有留下凶手指纹 可这次的民宅却没有记号 是凶手变得更加大胆 还是这次凶手另有其人 宋和英整理出有盗窃前科的名单 他要从中筛查出做部外卖的人 加上有个便利店老板 曾目击到红帽子尾随第一名被害者 根据老板的描述 红帽子身高像女人一样矮小 宋和英据此盘查名单上的所有人员 却依然没有发现符合特征的疑犯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时 警局里一名擅闯民宅被捕的少年 却引起宋和英的格外主意 据报案人描述 少年趁着他女朋友入睡时 拿着一把剪刀试图闯路 结果被报案人当场逮住 就在其他人都认为 只是普通的小偷小摸士 宋和英却注意到了一些细节 首先被案时少年说自己没有身份证 其次少年声称剪刀是用来撬锁 更加让宋和英在意的是 少年的头发有明显的压痕 少年一下慌了 他没想到宋和英眼睛这么独 于是谎称完时帽子丢了 宋和英又让他站起来 他目测少年身高只有一米六斤 和目击者描述的正好吻合 而当初他在现场提取过一枚指纹 结果见证科没找到匹配记录 但如果凶手是未成年 那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为了试探少年 宋和英故意提醒了一句 结果少年果真慌了 宋和英笃定少年就是红帽子 于是单独把他叫进了审讯室 为了让少年分审 宋和英让他写下入室盗窃全过程 然后嘴上不停问少年问题 少年太过年轻 根本没有应对的经验 感觉少年快要撑不住了 宋和英立马加大计量 让少年写下自己念的号码 眼见号码把戏被完全戳穿 少年顿时慌的直打站 这是宋和英又摆上两名死者的照片 吓得少年开始无能咆哮 他还想咬死否认 可宋和英却警告他 只要明天指纹结果出来 就能证明他就是红帽子 最后少年只能认罪 并交代了犯罪动机 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看见父亲施暴母亲 并将他的衣服扒下来殴打 长大以后少年便把这种愤怒 发泄在了其他女性身上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 少年却疑惑警方怎么找到指纹 明明自己全都已经擦掉了 可他却不知道 这个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犯罪 第二天指纹比对结果出来 证实了少年就是红帽子 至此沙浪的外卖案 正式落下为目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韩国第一利用犯罪测写的方式 协助侦破的案件 在测写师与犯罪心理学 未流行的年代 因为极恶的犯人连环出现 因其应遇而生